报社女戏者萌萌和阳光大男孩金亮相恋一年,终于走进婚姻的城堡。 从小知书达理的萌萌同意和公婆同住,却有死埋下无边的祸患。 他任气吞伤却依然逃不脱婆媳纠缠的怪圈,努力想当一个孝顺媳妇,却屡屡被挑战做人的底线。 同意屋檐下的新秀两代人,要经过多少风浪才能幸福安宁。 亲心相爱的两个年轻人,面对婚后的柴米油盐,如何找回最初的激情? 欢迎收听都市情感小说《媳妇底线》,演播小如。 哲书鲜,又对那套大房子浮想联片,尽量搂着萌萌说—— 哎,你想想啊,三十两厅两卫,以后我们有间卧室,孩子一间卧室,我们和孩子的卫生间分开,再有一个书房,你那堆书啊,不就有地方放了嘛。 萌萌想到此,也有些动心了,尤其是一想到自己可以有一间书房,它可是个小书虫啊。 嫁过来之后 自己的书堆在各个角落 房子里连个放书架的地方都没有 他真是挺希望自己能够有个书房 三面都是书架 摆满了自己精挑戏选出来的书 一面是个写字台 上面摆着电脑 可以有个安安静静写稿的地方 省得像现在似的 一边听着电视机一边写稿 最终 两人的欲望战胜了理智 选择了大房子 这套房子里入住还需要两年 也就是说 要在2002年的8月才能入住 而丁玲的房子 在那一年的5月份下来的 两家还约着 能赶上一块装修最好 当然 这期间两家就得节衣缩食 咱首付了 在萌萌和金亮买完房子不久 2001年7月份到了 2001年7月13号22时 国际奥委会委员开始正式投票选举 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 萨玛兰奇拆开信封 郑重宣布 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是北京 那一晚 全中国大部分人都守在电视机前 而萌萌也守在报社的电视机前 当萨玛兰奇说出北京两个字的时候 人们都沸腾了 在报社的萌萌和同事们抱在一起 声嘶力竭地欢呼着 部主任的脸上堆满了笑容 直喊 大家先不用着 赶快把狗子赶出来 把我们的家坎印出来 在报社 早提前把庆贺奥运会在北京召开的版面做出来了 印刷厂那头就等着开机呢 只要萨玛兰奇声明 奥运会在北京召开 印刷厂立刻开机就印 如果奥运会不是在北京召开 这版面就算白做 萌萌赶完了稿 报社的家坎已经紧急印出来了 内容就是庆祝奥运会在北京召开 萌萌报上一落家坎 和十几个同事冲出了办公大楼 只见夜色中的城市一片欢呼沸腾 人们全都跑到了大街上 人和人见面 不管认识不认识都要握手 激动地说不出一句话 只是嘴里发出莫名其妙的欢呼声 车辆极多 全都慢慢地行驶 车窗全部打开 两辆车交错而过 车里的人还要探出胳膊握下手 凡是有天窗的 里面准是钻出来一个人 站在那狂欢 或者挥舞着彩带什么的 全北京人当时呈现出 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友爱 警察也笑呵呵地站在马路前 不开发单了 除非实在看不下去 才走过去跟司机说一声 您哪也别在这儿停太久了 话还没说完 却被冲出来的男司机 结结实实地拥抱亲吻 萌萌也一路欢呼着 一路向人们发放着家刊 家刊首页上就几个大红字 北京赢了 每当他把家刊递到别人的手中 双方都会挥舞着报纸 再发出不知所以的欢呼声 对着欢呼一会儿 然后再各走各路 萌萌觉得自己满心的热情 不知如何发泄 就跟几个同事走了半个多小时 一直走到天安门 绕了天安门广场一大圈 萌萌边跑边给金亮打电话 喂 你在哪呢 金亮那头也是一片喧哗声 金亮使劲扯着嗓门喊 萌萌才听清 他也正在向西单靠拢 车里还装着好几个同事 双方约好在西单见面 于是 萌萌又和同事们从天安门 边喊边走到西单 还在那等了约一个小时 才看见那辆熟悉的富康开过来 金亮在车里 一只手握着方向盘 另一只手一路从车窗里 向外跟别人握着手 一路赶过来 下了车 金亮的嗓子都哑了 双方找到一个大排档 坐在那儿大吃了一顿 喝着啤酒 敬喝着 到凌晨四点多才回家 回家还睡不着觉 两人又聊了几个小时的天 就直接又出发 上班去了 中午 萌萌已经困得脑袋都抬不起来了 接到金亮一个电话 声音依然是兴奋的 萌萌 知道一夜之间 咱家房子涨了多少吗 涨了多少啊 一夜之间 一夜之间啊 你快说呀 每平米涨了两百多 啊 太棒了 萌萌直接跳了起来 没一会儿 又接到丁玲的电话 萌萌 你们家房子就等着涨吧 萌萌笑得合不拢嘴 哎呀 奥运会这一招开呀 咱们北边的房子都涨了 我们家房子在西北方向 离这奥运村还有段距离呢 这一晚上 每平米也涨了一百多 太好了 太好了 两个人就这样在电话里 傻笑了一会儿 萌萌突然问 哎 可是现在房子涨价 对咱们有用吗 啊 我是说 如果人家一次新扶青 买好几套房子 这房子涨价 人家导手一卖就赚了 可对咱这种苦巴巴 带着款买一套房子 而且就是为了 自己住的人来说 这房子涨价对咱 有什么好处啊 呃 总之 总 总之吧 丁玲也有点迷糊 总之 如果房子一直在增值 我们把房卖了 能赚点啊 啊 那咱住哪啊 是啊 丁玲也没想明白 不过她说 嗨 总之啊 咱们买的房子增值 都是好事对吧 至少表明 咱先下了手 用比较便宜的价格 把它买下来了 比咱在晚买些的人呢 出的价就比咱高 是吧 对对对 萌萌想着 总之啊 自己应该还是占了便宜了 心里就挺高兴的 高兴归高兴 节衣缩食 咱首付的日子 可就没那么美了 两人现在周末 能加班就加班 萌萌是为了加班 多赶稿子 尽量是为了加班费 而且周末加班 总比又出去远足 林了再大吃一顿省钱 快瑜伽的萌萌 以前还在一家中高党健身会馆 有健身卡 一年六千多块钱 现在也不敢再续了 改成小区里一家 一千多一年的健身馆 一进去 萌萌悔得不得了 里面不仅器械陈旧 场馆过小 还什么时候都挤一堆人 想练一个器械 得排大长队 练瑜伽吧 现场跟煮饺子似的 充溢着臭脚鸭子汗味 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呀 萌萌的美容卡 也不再续了 改成自己在家做美容了 萌萌有时候 有点心灰意冷 唉 你说咱这是何必呀 本来工作就够累的了 好在手头还算宽裕 现在又扛房子 这么一大包袱 真不知道累成这样 是为什么 为什么 为大房子呗 没到这时 金亮就充分调动萌萌的想象力 给他鼓劲 唉 想想看啊 哎呀 在亚运村 有套三十两厅两位 自豪不自豪啊 上风上水的地方 一个白领丽人的结婚七年 一代都市新女性的婚姻编年史 夫妻隐世 家常离短 听一对本本组小菜鸟 面对职场 房贷 家庭的重重压力 和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 如何在生活的道路上 展翅高飞 都市情感小说 媳妇底线 正在播出 演播 小如 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一天 在超市 萌萌盯着外包装金币辉煌的费列罗巧克力 咽了半天唾沫 终于忍不住伸手抱了一大喝 金亮老远看着萌萌奔着巧克力柜台去了 心里就暗说 坏了 赶快跟过去 萌萌手里已经抱了一大盒的费列罗 萌萌 金亮皱着眉头 就吃一盒就一盒 人家都好几个月没吃了 萌萌紧紧紧地抱着费列罗 嘟着嘴 好吧好吧 看见老婆一脸委屈的样 金亮也心疼了 把萌萌搂过来 顺手又给拿了一大盒费列罗 她知道 这是萌萌最爱吃的巧克力牌子 老公真好 金亮 非常的无奈 哎呀 老远就看见你直眉瞪眼地奔着巧克力过来了 我就知道啊 大事不好 你还专挑这么贵的巧克力买 这一盒就上百你知道吗 哎 你忘了你当年追我的时候 给我买一大麻袋巧克力的事了 当年金亮和另一小伙子一块追萌萌 那个小伙子一下给萌萌买了一大包巧克力 里面有费列罗 金帝 德福等各种品牌 金亮来找萌萌 一看见这一大包巧克力气坏了 扛起来就全给拿回自己家去了 然后自己又照着三四倍的分量 掏钱给萌萌买回来四五袋子巧克力 真口装一大麻袋的了 那一段时间 他和萌萌啊 吃得都上火上得满嘴长口装 听见萌萌提起以前的日子 金亮也忍不住乐了 突然心里又有点发酸 没卖房钱的日子 真是逍遥啊 这时萌萌已经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装 拿着一块巧克力 小口小口地吃了起来 边吃边闭着眼睛杂巴味 哎呀 真香 好几个月都没吃着了 金亮有点心酸 想到现在背上了房子 手头一下紧了 老婆吃块巧克力都要受限制 忍不住 搂住萌萌的肩膀 哎 老婆 咱呢 先紧一段 以后啊 有大房子了 一切都好了 啊 嗯 好 品巧克力品得正美的萌萌 嘴里胡乱地答应着 突然醒过闷来 哎 可是买了这房子 咱得给银行打工二十年呢 哦 趁年轻啊 咱努力赶紧还 说实在的 金亮的心下 也有点茫然了 小夫妻俩省吃俭用准备买房子了 老夫妻俩也怀起了心事 金亮爸妈已经有好一阵子晚上睡不好觉了 这天晚上金亮妈在床上翻过来覆过去 金亮爸忍不住 哎呀 你这每天晚上瞎折腾个啥 金亮妈没说话 努力躺好 却还是睡不着 终于 终于又翻了个身 你想啥呢 金亮妈终于忍不住了 叹出了气 这儿子呀 要搬出去住了 我这心里呀 真是舍不得 哎呦 一块住的时候你嫌累 又嫌这个嫌那个的 这要搬走了 你又睡不着觉 哎 你别老说我呀 那你呢 你这个老头子最近不也折腾来 折腾去的睡不着啊 金亮爸 没话说了 哎呀 我真不是别的 我就是心疼咱儿子 你说这儿媳妇 衣服也洗不干净 饭都不会做 咱儿子分出去跟他担过 这得多受罪呀 金亮爸听了老伴的话没吭声 其实这几天 他心里也有这想法 哎 儿子再掩巴钱 我老能瞅着我也放心的 冷不丁的要搬走 我这心里头啊 空老老的 哎呀 行了啊 你横使不能跟你儿子过一辈子 哎呀 金亮妈又叹了口气翻了个声 可当年你妈可是跟着你溜溜的过了一辈子呀 金亮爸又没话了 他知道老伴年轻时候伺候婆婆过得不容易 哎 我最近呀 不知道怎么的 老想起年轻时候的事 你说那会儿 女人嫁了男人 不都是伺候着公婆过一辈子 你妈 啊 还是个奇人 说以前是个皇亲国戚的 我反正一点皇亲国戚的光都没沾着 咱家穷得过玩叮当响啊 可奇人的规矩一点没省 我是起个大早做完早餐 赶到卫生所上班 中午再赶快地做午饭 晚上下班 回来还得做饭 什么好吃的都留给你妈先吃 然后是你 然后是孩子 我呢 最后一个 家里的活全是我干 就这样 你妈还挺闲乎我这 闲乎我那 没事就给我甩上个脸子 我是大气都不敢坑一声呢 你再瞅瞅现在咱这儿子 夹着块大点的炒鸡蛋 就塞到媳妇碗里去咯 提起这档子事 老太太鼻子又发酸了 唉 我伺候完了你妈 老了老了的 还得伺候儿媳妇 哎呀 我这命苦啊 行了 他们搬走了 你不就轻声了 可是 哎呀 可是你说 金亮妈忍不住坐了起来 都说多年的媳妇 熬成婆 我现在咋就没享受着 熬成婆的好处呢 我这心里头啊 不平衡 其实 何止是金亮妈 金亮爸心里头也不平衡 虽说当年儿子刚结婚时 他都做好了退居 侯宝村的准备了 但那是抱着牺牲自己 成全儿子的心 真凭本心讲 老夫妻两个都认为 自己跟儿子媳妇过 那是理所应当的 这房子可是有我们的钱啊 要不是我几年前买的电力公司的股票 翻了几番 还真凑不出钱来买这房子 没想到自己炒股的本事 金亮爸 更是对自己哥佩服的不得了 侯宝村有几个干部知道炒股啊 贵族身份 那就是不一样 从小眼镜就不一般 再说了 我儿子拼死拼活 弄下了这房子 也是为了圆我们二老的梦啊 因此留在这房子里 老两口也认为是理所应当的 一起住的日子 虽说矛盾不断 但其实都是生活琐事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只要每天这大宝贝儿子 都在眼前晃 老两口就觉得放心 跟儿子团聚容易嘛 儿子从初中起 就不在侯宝村了 现在才和和美美地住到一块 可是呢 一想到儿子即将要搬出去了 这心里难免空空落落的 尽量爸 还有点小念想 他本是个心比天高的人 偏偏后半辈子就在偏远山区里 现在好不容易回到北京城了 跟着儿子儿媳妇这样的年轻人 他还常觉得自己能够跟社会理得更亲一些 也时尚一些 比如他跟着儿子学会了上网 他才知道 合着网上还有这么个让人脸花缭乱的虚拟世界呢 跟着儿子儿媳妇看一些盘 他才知道 现在流行这些大片 原来大片都是这样的 儿媳偶然也能从单位弄一些什么芭蕾舞啊 钢琴会的票 带着老两口一块去 他才能感觉自己真正融入到了这个大都市 不再是山村里的一个土干部了 他依稀记得 小时候都是直接请戏班子来家里演出的 世事如露亦如电 几十年的沧海桑田 他现在人是回来了 可感觉上被这个大都市抛得太远了 如果儿子儿媳搬出去了 基本上就隔绝了他和这个繁华的社会的联系了 想到这儿 他心里一阵悲凉 昨天那若有似无的语言 感觉马到手指尖 令人失去了初见 抱歉 很怕被别人贴标签 以为交情还太浅 内心世界还遥远 转眼 当定山日到容颜 相处的极限 分合的风险 听众朋友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都市情感小说 媳妇底线 演播小如 感谢您的收听 看你看我 看我们之间 像羊条河流 彼此纠缠 又彼此蔓延 愿你 愿我 愿我们之间 能看似平凡 感觉温暖 简简单单 就好想看见 他们说的不乞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